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网路行销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网路行销的第一讲 那我们刚好在第一讲的时候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跟同学们说明一下 我们目前的一个课程的内容的一个安排 我们有分课本的一些内容 还有电视授课的一个内容 再就是课业辅导的内容 我想我们这三种授课方式的内容 都会有所不一样 我不会按照电视授课内容 不会按照课本的内容来做一些说明 那这样子我就不会有一些重复的内容 所以我希望透过这三种不同的一些课程的内容 能带给同学们更多更实物的一些知识与内容 那也丰富了大家的一些战业知识 不会再用一种授课的内容来跟大家来 透过电视科业辅导来做一些那个说明 重复的说明也不会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想第一个我要做一些说明的 那第二个我想我们刚好利用这个机会 跟大家来说明是 我们的电视授课的方式 我也不会自己按照课本的内容 来平铺直述的说一些课本的一些内容 我就会我的上课方式会利用 我想会找每一讲次都会找一些 业界的一些专家 跟大家来做一些 他们自己本身所从事的这个 一些工作上面的一些经验的分享 我想他们都是从事网络行销相关的一些工作 那他们的一些经验 我想是非常宝贵的 我们每一个讲次都会请他们来做 这方面的一些分享 那同学们也可以得到非常丰富的 各个专家他们的不同的经验 这是第二个 我们的授课方式也会比较生动活泼实物 那接下来我想我们当然就是第一讲 当然要找一个最精彩的 最有经验的一个业界专家 他本身也经营他们的网站 也非常有成就 我们来欢迎我们的PLMM 购物网的负责人 也就是目前的总经理 林文正总经理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林文正 是目前金燦股份文件公司的总经理 那公司有成立一个是PLMM 漂亮妹妹购物网的一个经营模式 那今天很高兴来跟同学分享我的一些经验 好 谢谢林总经理 我想我们今天就先来介绍 第一个讲次我想很重要 我们就来请林总经理 来分享他自己本身经营网站跟做网站行销跟产品行销的相关的经验 所以当然第一个主题 第一讲的主题就是网站行销与产品行销 所以那在这个主题之下 我们把它切了两个 两个重要的一个那个 题目 提纲来跟大家来做进一步的讨论 第一个当然就是从我们当然要如何吸引我们的目标族群到我们的网站来 来到我们网站来浏览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次主题 第二个次要的主题就是我们希望到我们网站来浏览的一些目标族群 能购买我们的产品 他们为什么可以 如何让他们来买我们的产品 我们就针对这两个主题跟大家来做经验分享 就请林总经理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所以第一个主题 那个文正 我想最重要一个网站的成立之后 其实才不只是行销的开始 才是真正你要去让人家如何知道你的网站 那这个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是不是就你的角度来食物的一些经验来跟大家分享 你是如何来吸引目标客户到你的网站来的一些食物经验 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 好的 我想各位同学 当然你成立一个购物网站的目标的核心还是商品 那如何把你的商品的特色 透过网路的传播 然后告诉你的顾客 你在卖哪些东西 你的哪些东西是比较有特色的 那要做出一些差异等等 那以国内的电子商务目前的大环境来讲的话 根据资色会的统计 在去年的营业额 大概已经超过产值 已经超过大概将近七千亿了 那未来我想每年还会大概有百分之十的成长 所以怎么样利用你的特色 把这些族群的眼球目光能够吸引过来 那我想最主要的还是你的商品别 比如说我是做化妆品的 那以化妆品来讲的话 你就必须要把一些品牌 还有一些特色 透过网页的编排 然后还有一些促销的手法 然后能够吸引你的会员 然后能加入你的会员 然后成为你的购物的一个伙伴 然后之后能够透过电子报 把一些讯息能够告诉你的会员 那另外一个就是 比如说你是做3C的 我想3C的产品就比较自视了 有一些规格化就比较让顾客 能够很容易的了解这些商品 那另外一个就是族群很重要 能够怎么把族群 在网络中忙忙这么多的网站里面 这些族群怎么能够知道 你的网站在哪里 所以可能要透过一些工具 比如说电子报 或者是说一些搜寻引擎 比如说像SEO网站优化等等 这些工具能够促使你的网站 能够快速的曝光 能够尽快的让你的会员 让你的顾客知道 你的网站的特色在哪里 好 那我想刚刚总经理有提到 大概我们后面的讲次 其实都会讲到更细的 我想今天当然因为第一个讲次 我们先给同学们一些观念 就是你们的工资大概是 如何来吸引那些流量 就是目标族群到你的网站来 我想应该有一些程序步骤 我们是不是就从第一个 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分析 有效的目标市场 是从这方面主一的 跟大家来做一些说明跟分享 好 那我想进入目标市场的 一个行销的一个计划 我们可能要先拟定一个计划 有些策略跟步骤 比如说你的产品 采用的范畴在哪里 那你可能有一些地理的目标 像我们的网站是服务海外的华人 并不以台湾的顾客为主 所以这些的策略的方法 可能要做一些调整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的媒体 广告的媒体的曝光 要在哪里做一个曝光 或者是说登广告也好 或者是说你可以请一些部落客 来写一些推广的文 甚至我想举个例子 举例比如说像以实体通路来讲 比如说你要推出一个新的产品 你可能会在百货公司专柜 先去设个柜 让你的品牌知名度有一个包装 然后之后呢 你就可以再做一些滚动式的行销 比如说你就可以铺到一些平价的杂货店 或者是说甚至你可以到一些折扣商店 去做一个扑货的动作 让你一般的消费也知道说 哇你的商品已经是 曾经在某个百货公司的专柜 曝光过 那我想同样的道理 在网路上也是一样 那你怎么透过一些 网址行销的工具 也可以加速你的一个曝光 比如说像搜寻引擎 或者是说你有一些电子邮件 或者是说你可以说一些 甚至比较病毒式的一个行销 让口味相传 那甚至有一些论坛的行销 像视讯的行销 那微博的行销 像待会我会举公司的例子 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比较 目前比较快的方式 可能就是一些社群的行销 比如说你可以透过微博 甚至透过手机的APP 像现在LINE也很流行 大家可以做一些贴图 让你的网址很快的曝光 让消费者赶快认识你这个网站 好 谢谢林总经理 那个简单二要的说了说明 我们是不是在这边稍做休息 我们待会马上回来 好 那网路行销 其实我们刚刚前面也提到说 要把我们的目标族群 先把它那个 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目标族群 目标族群了解完之后 其实我们要知道 我们这些目标族群 到底会用什么样子的工具 我们才可能用这些工具 跟他们做接触 那这个工具的一个挑选 就会根据我们的目标族群 会使用的工具来跟他们接触 可是上面又搭载着一些内容 对 还有一些行销手法 我想是不是请总经理 就这一部分再跟同学们分享 到底用什么样子的行销手 比如说有提到的是病毒行销 口碑行销 体验行销 这些各式各样的行销手法 搭配着一些 你要跟目标族群所传达的一些讯息 就是内容 透过这些工具 有效地跟我们的目标族群做沟通 是不是就这一部分 请总经理来跟大家分享 你们的网站是如何做到的 好的 我这边举几个例子 当然可能也跟网站 有一些部分的关系 我想一个就是你可以透过 部落客 部落格的行销 那当然这个需要时间 而且需要一些 不断的文章的撰写 而且知名部落客的培养 可能花费的时间也比较长 那另外一个是说 部落客的广告的 也是广告商也会提供一些佣金 让部落客来自放广告 然后赚一点这个广告费的 点击的费用 所以你必须要付费 给知名的部落客 像美妆的就有很多台湾的 很多知名的部落客的美眉 分享她的化妆前跟化妆后 还有一些体验的经验 所以必须要协助一些 请他们协助一些 推荐的文章 来行一下我们的产品 不过我想有些部落客的 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要小心一些公平交易法 跟食品卫生 还有化妆品这些法规 不要踩的线得不偿失 也会对企业造成不好的影响 那另外一个最近比较流行的 就是影音的行销 怎么样透过好玩的影片 然后造成大家疯狂的点阅 那这样的影片 可能会上某种新闻版面 我想最早最早之前 像iPhone这个手机刚出来的时候 有人把它丢到那个果汁机里面去打 所以那造成凤凰的点阅 那一只手机好几万块 竟然变成了粉末 那可是重点不是在那个粉末 而是在这个iPhone 还有这个甚至是那一支 那个缴碎机 它也生命大噪了 我想会这个有机会让厂商 还有厂商还有我们的顾客 看到一个比较有创意的一个管道 尤其现在的YouTube的点阅 而且现在也没有设空间 所以大家可以尽量的朝这方面 去发挥一些创意跟发想 让你的产品在短时间也能够曝光 而且是省钱又省事 刚刚总经理提到的 其实就是有一个属于话题形象 你制造一个话题 制造一个事件 让大家能对你的产品做一个聚焦 那大家就会去网路上 做这个产品的搜寻 那假使你的网站 有这方面的一个关键字 其实很容易就把它 吸引到你的网站来了 你有卖这个iPhone5的产品 或iPhone的产品 你假使制造这个话题 那大家就会上网去做一些搜寻 因为这个话题 一出去的话大家就会借视 就大概这个风潮 大概就会去找相关的关键字 那这样子就可以把人 聚集到吸引到我们的网站来了 我想你刚刚也提到的那个部落客 因为他们其实就是所谓的 我们行销所谓的一个意见领袖 体验者 他们大概使用后的心得 不管好坏或什么样子 他们可以把他们真正的使用的感觉 心得表达出来放到网路上 不过这个还是要去做一些真实的一些呈现 不能去做一些虚伪造假 去做一些那种操控 我想这个假使你能真正的把一些消费者的使用的心得 放到网路上跟大家分享 大家看到了就会能比较产生共鸣 产生共鸣 所以大家都想要避免那个 那个犯错的买错产品的风险 当然一定会去做一些那个参考 上网找一些参考比较 除了价格之外 可能还会去做一些功能 它的效果的一些比较 尤其是化妆美容相关的保养品 那这一部分其实是 目前讲真的会比较重要的 刚刚你提到你的很多目标族群 其实是在海外 那这个工具又用的又都不一样 是不是你 比如说你的目标族群是在大陆 大陆的他们用的工具跟台湾又不一样 他们用的搜寻引擎跟台湾也不一样 他们用百度 我们台湾大概用Google 雅虎 他们我们用Facebook 他们用的是微博 是不是你可以在这方面 再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好的 我想待会我来展示一下我们的网页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微博上面 怎么去跟我们的网友做互动 那你们看到的现在是公司的首页 那其实我们的产品相当的多 虽然网页看起来只有一页 可是里面有很多层 那目前上架的商品已经超过9000多样了 所以非常的多 那公司在下面也有设立一个微博 因为我们是行销在海外的华人为主 那海外的华人大部分以大陆的留学生居多 所以他们比较喜欢用微博去做沟通 在Facebook上面反而比较少 所以我们这边就有很多网友 比如说他登了一些开箱文 他如果登了开箱文 我们有做一些回馈的动作 等他下次下定单 我们就可以送他一些比较贴心的小礼品 所以我们当然在上面也有把我们一些 目前在促销的商品做一些展示 不定期的也办一些活动 然后也做一些新品上市的活动 那你看像目前这个开箱文 这是我们的会员刊登的 其实大家买东西都喜欢秀一下 秀一下说买了哪一些 然后哪些好处 那有哪些折扣 那希望跟我们的网友们做一些分享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互动的方式 这个也是一种社群方式的行销 因为透过他与 登维博与他的朋友分享之外 那对我们来讲 这个网站的曝光率 也有他的朋友看到了 其实这也算是一种扩散式的一种行销 好 谢谢总经理的一个说明 我想工具的使用 还有一些手法的一些运用 其实对我们所谓的 要吸引目标族群到我们网站来 都很重要 尤其是你刚刚也稍微有提到一个 就是搜寻引擎的一个使用 这个工具非常重要 因为百分之八十五的使用者 其实他们会使用搜寻引擎来做搜寻的行为 他们搜寻其实就会用关键字 是 不过我们今天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来讨论这一块 因为这一块我们会放到后面 再来做更详细的说明 如何把搜寻引擎优化 这个来工具用的淋漓尽致 来掌握到它的一些特性 我们再跟同学们再做一些分享 好 那工具其实非常多了 还有什么BBS 假使你的那个目标族群是那个大学生的话 那BBS一定是少不了的 对对对 BTT啊 接触的一个跟这个族群接触的一个工具 尤其是大学女生 上BBS的其实是非常多的 他们就会做一些话题 就在上面做讨论 所以甚至还有 其实化妆品还有很多论坛 都很有名 国内的 国外的其实也有 也有 假设你的目标族群在国外 你当然就要加入那个国外的那些论坛 化妆品的论坛 国内论坛 比如说有很多嘛 就是那个像 像那个FG啊 FG对 Fashion Guide 对对对对 还有那个UR Cosmet UR Cosmet 还有这个大概是国内比较 比较知名的 两大 流量也很大 还有好像手机网也有做一个化妆品的一个频道 是 化妆品的频道 所以这方面到工具的使用到真的是非常的多 对 只是我们要挑对工具来跟我们的族群接触 是 好 那我们在这边稍微做一个休息 我们再马上回来 谢谢 好 那接下来我们想跟林总经理再做一个那个第二个次要主题的一个分享 假使我们把人吸引到我们的网站来了 就是花了很多心血 把人吸引到我们的网站来 就如同说实体商店花了很多广告费啊 或者是一些传单啊 把人吸引到店 可是我们总要是让他人要来买我们的产品嘛 就是说你的商品跟其他的网站或跟你实体的通路上面有哪一些的不一样 那你可以提供一些服务 甚至你可以提供商品的多样性 甚至一些商品的组合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除了售价以外 额外的服务跟优惠是哪一些 像最近台北台北的网站 就网络的网站 已经打的不可开交 打的是运费 几乎是免运 而且比的是速度 甚至有八小时到货了 我想二十四小时已经是常态了 甚至有提供到八小时六小时到货了 我想这个就是提供一个很大的差异化 然后会造成一些话题 那第二个就是独特性 像商品的特殊性 比如说你是少有的 限量的 然后限时的 少样多量的 或是多样少量的等等 这些都可以吸引一些团购的方法 那当你团购 因为团购都是有一个人会来主导这些商品 他把这些商品分到来团购的人 我想这些商品你就可以 比如说加付一些DM 他可能不知道说你的网站在哪里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 透过实体的一个DM的方式 让他能够吸引到你的网站来 以后他就可以变成自己来买了 这也是一种方式 那另外一个就是提供一个完整性 那我们在网站上一定要提供 这个充分的资讯 透过滑鼠的点选 那就造成了这个传统的实体的世界 购物的模式是一样的 包含逛街 询价 笔价 付款 甚至送货一次到程 那完成一个流畅的一个线上购物的机制 我想这样的一个完整性 消费者就很习惯的这样的购物的方式 尤其现在目前在这个工商脚步 这么快的一个社会上面 所以在网路购物已经变成一个趋势了 而且它会节省你很多的时间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商机 同学们可以在这方面 可以多加地做一些思考 好 谢谢总经理 我想刚刚总经理其实点到了一个重点 其实在精英网站的产品的选择 开始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产品有没有一些差异性 有没有独特性 因为现在为什么 很多人其实都会上网 用搜寻引擎来做比价 比价 你的产品其实跟别人一模一样的衣服 就是一样的品牌 或是一样的样式 一样的颜色 那价格不一样 当然他们就会选择比较便宜的那一个来买 我想当然就是我们要选对产品 现在有一个口号就是说 不要第一要唯一 对 我不见得要做到第一 但是其实我要做到唯一 这个产品搞不好只有我在卖 那就太好了 对 那那就很 可是这个讲真的也不见得那么容易 所以可能就会要有一些那种策略的变化 像你提到的商品的组合就很好 我常常在上课也跟同学们分享 我说很多业界大概其实就用产品组合嘛 对 做出差异 那更是你摸不透它这个赠品的一个价格 你只能用市价来做衡量 我想这些其实都是塑造差异化 然后塑造一些网站的一些产品的比较不容易比较的一些方式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独特也是很重要 可是我刚刚提到的独特讲真的不见得那么容易做到的 那当然其实用限时限量的优惠方式也是 也是制造一个话题速率很快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如何当下立断来把你产品马上就丢到购物车里面去 一看到那个价格其实就是有很诱人的一个价格 而且是限量的 前十或是前十五 逼得你不得步去做一个采取行动 我自己也试过 其实这个假设广告上面有限时限量的 通常就会有急迫性 你就会去想要去买 那另外一个你刚刚提到的完整性 我想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现在网站网络为什么会有它另外一个特色 就是它其实是可以放非常多的东西 你的实体店面你只能放有限的空间 放有限的产品 你只能挑热销的 对或者是说比较流行的 流行的产品放上去 销的好了你才能放 销不好的其实马上就下架了 可是在网络上的话你就是要提供一次构筑的那种服务 对大家到你这边就不需要再去其他的地点去做一些 拆成它的购买的 整个把它做一些分割了 你这边产品的多样性 当然就是一个你的特色了嘛 网站的特色 我这边什么都买得到 对 而且就是让你能很方便的来取得这些产品 我想这些都是一些产品 就是如何 其实这个术语叫做提高流量的一个转换率 是吧 一个我们网络行销的一个术语吧 就是conversion rate 就是一个提高购买就是转换率嘛 有购买转换率或是其他的 其实我们网站经营都有一定的目的 或是行销活动都有一定的目的 是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目的来提升到我们网站来的 那个人潮的一个达到我们网站目的的一个比率 假使能提升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网站的一个经营的一个绩效了 对 它会反映在业绩上面 对 所以除了会吸引人到我们的网站来 最重要你还要能能懂得如何去把人进来我们店里面 或进来我们网站的人能说服他们来购买我们产品 就刚刚所谓的一些各式各样的方法 对不对 限时限量啊 还有什么 其实现在很流行叫做饥饿行销 对不对 我让你其实就让你买不到 让你买不到 对 让你就是在那边等 等的话就是有价值 有价值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 这个都是一些行销的一些手法 手法 也是一些心理的一些应用 对 你买不到 等了越久 我能买到的话 其实它的CP值 就是心中的价值就越高 其实不在价格 在它的价值 对 产品其实最终还是在它的 带给我们的那种效用 跟我们的内心的价值 好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把这两个主题 透过总经理的网站的一些经营的分享 跟大家做一个比较简单二要的一个分享说明 那谢谢林总经理的一个说明 也谢谢各位同学的一个观看 我们下一个讲词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